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 我们依着孩子的称呼叫您爷爷 但实际上您真的太年轻了 我只是因为就这两年吧 也是染了头 要不基本上头发也都白了 刚刚小孙女在这儿说着哥哥的故事 我想您在旁边听了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吧 我听了之后吧 心里特别地激动 我感觉我孙女名字 现在已经大大了 这一点我还是特别地欣慰 我想请我们在场的人 再为这顿爷爷孙鼓励子长热恋的 其实今天让小姑娘讲这些有点残酷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过去两年的一个节点 让这一家人得到一个抒发 会让他们继续走向未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我孩子走了之后 一直没有说过孩子的事 一提孩子的名字 我们一家人都说不出 是爷爷 我当时我是看到网上的那个消息 看他们感受我不敢相信是真的 然后我又点进去看了 我发现确实是真的 您是一直带着赫赫长大 明赫一岁多就跟着我和他奶奶 我和他奶奶经常去参加一些 我们当地的一些细名的活动 明赫就让他们奶奶抱着 他特别喜欢听 就这样慢慢地他才喜欢上了这个戏曲 后来就把他送到了河南赵灵艺术学校 待了半年之后吧 就参加了河南远春 待上了泪堵 这孩子是非常有灵性和天赋的 是是 后来一下子听说孩子带来这种病 确实我们实实在在地真的受不了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病是有多么严重 是什么情况下你们突然发现的呢 2013年他们刚上完春晚 我们正月初一到到家 初二去亲戚家的时候 看到他的脸色发白 但是他的精神头儿挺好的 去我们县医院给他查了一个写上规 结果各方面都不正常 他说你们抓紧去北京吗 我们当天下午就到了北京儿童医院 当时复部检查就说有可能就是白血病 说白血病概念不知道 实际上他和妹妹上春晚的时候 一切都还正常 只有一次感觉是有点感冒 感冒当时春晚上这个有医生支班嘛 给他物理降了一下温 他就降下来了 第三天不就是春晚嘛 一直孩子也没有什么事 所以其实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一点儿征兆都没有 我当时记得大家有一个预期 等到元宵晚会的时候 小明鹤是肯定会出现的 结果元宵晚会小明鹤没出现 是不是已经病重了 元宵晚会之前就已经到医院了 也就是说那一年虽然两个孩子都上了春晚 家里也是皆大欢喜 但是春节你们过得并不平静 春节我们就基本上就是在医院过的 一开始吧 我没认为这种病有这么厉害 我感觉只是跟着一般的病一样 慢慢的就会好了 后来越感觉也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真正的给我理解透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一家就是像天堂来一样 所以